欢迎回到威威卫视 又到了世界媒体看中国时间 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呢 由黄耀义为我们主持 要从关于薄熙来的最新事态 谈到中国的各派和政治前景 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呢 有不少的记者现身贵阳法院 想采访传说中的对薄熙来的审判 但是他们是兴冲冲 扑了个空 人家没有开庭啊 那么耀义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件事儿的这个来龙去脉 对 其实这个北京 亲北京的报纸大公报 不久之前引用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 薄熙来案子将在星期一 在贵阳法院开庭审理 而其实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 在1月25号就报道过 就是这个周一 要在贵州开庭的消息 但是呢没有获得官方证实 而且被法院说是谣言 但是其实还是很多媒体的记者 当然媒体就是 对这种事情非常注意 所以很多人从北京跑到贵阳去 包括我们看到说这个纽约时报呢 就有报道说 中国的世纪大审判 被证明是一场虚惊 那文章里面还说呢 连新华社的记者本身也都去了 而且这个法院的官员 也看到这么多记者 还吓了一跳说 没有那你们大老远的 这么多人跑到这边来 那么北京的这个新闻学的教授 展江就说呢 如果说这个消息 它是虚假不实的话 那么其实中央政府 就应该要及时地把它来辟谣 不过呢也有一些其他人是说 其实消息是真的 只是因为暴露出来的时候呢 当局赶快把时间给改了 那么现在对于最新的 关于这个薄熙来审判的这个时间 有没有新的说法 或者一般的这个猜测是怎么样的 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 官方的一个说法 不过这个环球时报的英文网 它在星期一凌晨呢 引用这个法院系统的消息 显示的话说 薄熙来的案件的开庭时间 可能会在今年的三月 全国人大政协两个会之后 而且庭审可能比较复杂 长达大概有十天的一个期间 我们知道其实薄熙来的处理 已经从薄熙来倒台以后 有很多很多的猜测 那有的人就认为 这个审判其实什么时候进行 或者怎么样进行 已经不是那么太重要 它反正实质上已经 政治上前途已经完了 那么美国媒体 对这个所谓的世纪大审判 有没有什么说法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福布斯杂志 他驻北京站的负责人 叫做Simon Monek 这个Monek他的文章里面说 他这其实不用急的审判 反正薄熙来的政治生涯 已经结束了 而且有一些人还说 这个审判有什么用 反正一定是判有罪的 但是怎么审判 判刑有多重呢 在中共的党内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那么对于习近平 所谓他要展开 这个反腐的行动 也是会有所影响的 那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福布斯 杂志的网站说的 这文章里面有分析说 一年之前薄熙来 还是中共党内的顶级老虎之一 他党内的地位相当于 张子怡在这个中国电影界的地位 不过我们知道 这个张子怡其实跟薄熙来 最近也是被扯在一起 就是之前这个交流交流的这个事件 那么张子怡这个案子 因为他本身这个案子 还告了这个当时 把这个消息曝光出来的 这个博讯网站 就是说张子怡跟薄熙来 有一手的这个报道 那结果这个案子 在洛杉矶法院本来 也是上个星期要开庭 结果也因故取消延迟了 好像跟这个案件相关了 到最后都没有开庭 对对对 运气不太好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福布斯的这个杂志文章里面 还提到就是说 薄熙来虽然倒台 但是中国还是有这个所谓 毛派左派 还有一些重庆的这个居民 对他是 其实还是支持的 那么这个报道 对这个现象是怎么分析评论的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亚洲新闻 亚洲新闻 英文的亚洲新闻 然后在星期一发表一个报道说 标题叫做 贵阳 抗议者支持薄熙来说 党嫉妒你 但是我们爱你 那文章里面的提要是说 专家解释说 这件事情显示 毛派在中国依旧是存在的 那在亚洲新闻里面报道说呢 有不知名的这个一男一女 举着标语 标语写着 薄书记 腐败无能的官员 嫉妒你 但是人民热爱你 那么这个迹象显示说 薄熙来还有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因为薄熙来曾经领导过 这个所谓的唱红打黑的运动 而且复兴这个毛泽东主义的 老歌老口号的运动 而且用残酷的手段 来打击黑帮跟政敌 这样的做法其实受到 这个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批评 但是很多的老百姓 也蛮支持这样的做法 像是在这个报道里面说 示威的人里面有一个来自重庆的 那这个示威者他说呢 薄熙来要减少收入不均的现象 所有的重庆居民都支持他 那亚洲新闻的网站里面 就引用了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 林何力的话说呢 中国社会里面永远有一股支持 毛氏平等主义的暗流 那么薄熙来倒台之前 利用了这种毛派怀旧的情绪 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所以说在亚洲周刊 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薄熙来 确实是用了一些毛派的理论 左派的理论 但实际上我们从后面 揭露的很多事实 比如说贪腐来看 实际上他跟这个真正的毛理论 其实相距甚远 不过呢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就是说 这个薄熙来只是一个 冰山上的一角 那么中国始终其实改革开放以来 存在这个左右派的这个争论 就是中国到底走哪条道路 那么有关这个中国左右派的争论 未来怎么样 那么英文媒体怎么报导的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一些分析好像进去 是 其实也是因为 刚好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案子 就有这个左右派的 许多的探讨出来了 那么在英国的这个 一个政治文化周刊 叫新政治家 里面发表了欧洲的学者 马克里昂纳德的文章 表提是说中国的富裕陷阱 那么文章的前提是说呢 我们过去总想说 当中国富裕起来 就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 但是呢 其实中国内部的 新左派跟新右派的斗争呢 还在改造中国 对世界来说结果难料 那这个 这边文章作者 其实他本身是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任 那么呢 他的分析也说 在邓小平时代有三个目标 也就是富裕 稳定跟权力 但是现在这三个目标反而成为了 新难题的根源 因为尽管在 胡锦涛跟温家宝领导下的 中国经济增长率 平均达到10% 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呢 已经开始把过去的10年 称作为失去的10年 因为这个10年里面 本来要从事的一些改革 却没有从事到 那么刚才这位作者还提到说 中国有一个叫做 富裕的陷阱的现象 就包括说我们看到中国现在 很多大城市有 宏伟的市政大楼啊 但是呢 比如是空的 或是停工的工厂 或是空荡荡的酒店等等 所以他提到说呢 中国的新左派跟新右派 为了摆脱这个 所谓富裕的陷阱 而进行的论战 这个李昂纳德 他写到说呢 市场取向的这个新右派呢 是以这个经济学家 叫张维寅为核心 他们谈到说 中国在1980年代 到1990年代的 境界改革 主张来完成这个工作 把经济部门的一些部分 也私有化 那么呢 另外一派是这个 新左派就是领导人 是属于这个叫 王绍光的这位学者 那王绍光他认为说 中国领导层 太注重经济的成长 而以其他的东西为代价 所以他认为说 新左派认为说 中国在经济增长 跟发财致富的着迷呢 造成了泡沫的经济 使得数百万计的人 现在贫困当中 那他认为解决办法是 要来加强这个计划经济 而不是把所有东西都私有化 这样才能够解决 目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的困境 所以这是中国目前 新左跟新右的一个争论点 那我注意到 他使用的这个 形容这个左派 是用的新左派 那么这个 为什么把他们叫做新左派 那么他们和传统的这个左派 有些什么区别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们就很有趣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所谓左派右派的说法 不管现在就亚洲中国 或者是在欧洲美国 其实都有不同的 一个发展 所以说我们来讲说 新左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左派 跟在中国看到的左派 其实不一样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他们要求的 他们在经济上 或者社会议题上说 他们所要求的一些理论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刚才这个文章的 作者叫梁纳德 他就表示说 这些中国的新左派 他们本身对不平等的问题 也感到担忧 所以他们是属于左派的范围 但是他们也跟所谓的毛派 或是毛左派是不一样的 他们接受的是市场 他们认为说 市场经济作为 混合经济的一部分 所以说认为是在中国来说 是属于新左派的一个范畴 那么很多我们知道 最近因为中国的贪腐问题 还有就是其他的领导层的权力斗争问题 经济放慢等等问题 那么对于中国的局势 有很多的猜测外面 那么美国之音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让选民来说 中国现在到底是太平盛世 还是说山羽欲来 那么我们这个网站表明 有60%的人选择用这个山羽欲来封满楼 来比喻中国现在的时局 那么只有5%的人选择春风得以马 以及就是太平盛世的这个景象 用这个诗来比喻 所以就看出大多数的人 还是对中国的时局有所担心 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 就是说英文媒体 对于中国现在这个时局部闻 或者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等等 是怎么分析 或者总的一个 他们一个总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英文媒体也看到 跟我们这个BO会的网站上的 这个蛮相似的 他也认为说是山羽欲来丰满了 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文章的作者 新政治家李昂纳德 他就说中国有关于政治改革紧急讨论 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私下讨论 革命的威胁 至少是比现在要剧烈多的 民主的过渡 那他在文章里提到 这个美国的华人学者叫裴敏兴 写下了一个论点 而且有其他的学者也相信这个论点 但是不能够公开的写出来 就是说另外一场天安门 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所以这个他也是有山羽欲来丰满了 我的感觉 那么习近平读博士的时候的导师 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就表示说 中国对维持稳定的迷恋 正在变成是自我拆台 而且大规模维稳工作项目的最终结果 反而是加剧的社会的紧张 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李昂纳德就说 这个叫做我们刚才有一个富裕的陷阱 他这个叫做稳定的陷阱 他说为了摆脱这样的陷阱 中国有一派的知识分子 主张把中国的政治加以制度化 举行基层的选举 把公众咨询专家会议 以及调查作为决策的中心部分 不过有另外一派知识分子 却认为说这样子的体制革新 会造成合法化的危机 那使得领导层缩手缩脚 因为中共不想让住 它的合法性的领导权 所以反而会没有办法 做出大胆的选择这样子 他们还有一些关于政治体制 比如说群态关系腐败等等 有没有一些什么 对有 那么他们也认为说 刚才说到说 因为会威胁到它的合法性 同时也担心说 因为因此而威胁到了 这个群态关系 这样一个可能一个腐败的 一个群体的一个利益的考量 所以说如果体制性的办法 可能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了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 能够靠一位领导人 他有这个很有魅力 很有权力的领导人 再加上本身党的政治组织 来解决这个中共 中国目前内部的问题 不过到底是谁是这个明军 谁是这个明治的领导人 又有魅力领导人 他并没有办法去把他讲出来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明军这个话 中国几千年的这个皇朝历史 已经说明仅靠明军 也是不能维持长治久安 那么其实我知道 人治不如法治 对 其实这个文章我就注意到 没有太多提到法治的问题 其实中国现在关于宪政 关于法治的讨论其实是非常的多 对 其实中国现在 基本上中国有很多的法律 都规范的很好 例如说我们也知道 说中国的宪法里面 规律着这个人权 新闻自由等等的 或是中国的环境法 像我们常听到 中国的污染的问题 像我们前面在讲的 北京的雾霾等等的 但是其实中国的环境法规 是规范的非常的好的 因为之前我曾经去采访过 许多环境专家 他说在环境法规上 有些甚至规范的 比美国的环境法还要好 还要更全面 对 但是只是不执行 或是无法来贯彻执行 所以这个法治 它能不能说贯彻它这个法律 在法律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来 对中国的未来来讲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这个法治 我们知道就是 其实一般说到宪政 或者是一个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 一般是指几个方面 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法治 用法律来限制这个权力 或者腐败等等 还有就是民权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 要设立一些民间的禁区 是政府的权力不能侵入的 比如说私人空间 私人财产 还有私人的权力自由 言论自由 媒体等等自由 这是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权力的 这个相互的制约 你看美国有三权分立 或者其他国家 有国会制度等等 但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政治改革 其实这些方面 都还是一个渐进的话题 以后还会有相关的争论 刚才你的文章里面 已经提到很多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个长期的 这个讨论话题 好 谢谢VoA卫视记者黄耀义 来为我们介绍 世界媒体这几天 对于中国议题的报道